弟兄姐妹 早上平安 平安 感谢主我们的聚会要开始 这时候让我们一起站立起来 我们预备我们的心 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先来祷告 我们也欢迎现在的弟兄姐妹 欢迎你们先上线跟我们一起的来敬拜 那今天是五旬节主日 什么是五旬节主日呢 就是耶稣复活的第五十天 就是五旬节的主日 那这一天呢 我们看在圣经的里面 我们看到圣灵大大的降临 然后充满了所有的门徒们 然后当我们看到圣灵充满门徒了 他们的生命就被改变 他们勇敢的见证耶稣基督的福音 所以今天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让我们也预备我们的心 在敬拜的里面 我们再次领受圣灵的充满 在我们生命的里面 阿们 阿们 让圣灵再次的来充满我们 更新我们 给我们力量 让我们也能够成为 耶稣见证的福音 所以我们知道 有时候我们要传福音 我们有时候有惧怕 但是圣灵给我们这个力量 让我们能够勇敢见证 耶稣的福音 所以今天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当我们来敬拜神的时候 敞开我们的心来敬拜祂 圣灵动工的时候 让我们也敞开我们的心 再次的领受圣灵的恩高的能力 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 哈利路亚 阿们 好 多少人肯慕圣灵再次的来充满我们 多少人可以挤起你的手 哇 我看来应该是80% 我希望100% 所以圣上的弟兄姐妹 你在家里也是能够有灵受圣灵的这个能力 在我们的当中 好 这时候我们一起的开胜来祷告 预备我们的心 我们也为着我们今天早上的聚会 我们交托给主 哈利路亚 是的 弟兄姐妹 开胜来祷告 献上祢的感谢 献上祢的感恩 预备我们的心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祂 哈利路亚 谢谢你耶稣基督 是的 主我们向祢献上感谢 主我们向祢献上一切的赞美 是的 主啊 祢是配得我们一切的荣耀 主啊 祢配得我们一切的尊荣 主啊 今天早上我们来到祢的面前的时候 神 我们要再次的来赞美祢 主 我们要歌颂祢的名 主 我们要高取祢的名 主 我们要荣耀祢的名 因为神祢是配得敬拜的上帝 祢是那全人的神 坐在宝座上圣洁的羔羊 配受神啊祢的百姓 主啊 来尊荣的上帝 主 我们把我们今天早上的聚会 全然交在主祢的手中 主啊 我们恳求祢圣灵自由的运行在我们的当中 主 我们相信今天祢要再次 主啊 充满这神的祢的荣耀 在这个圣所的里面 主啊 在祢百姓的生命的里头 祢要更深的来动工 圣灵要再次的来充满我们 更新我们 让我们能够重新得力 让我们在这一个服侍祢的过程的里面 主啊 有祢圣灵的恩告 有祢神的祢圣灵的同在 所以主 我们把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交托 主啊 无论是现场的在家里敬拜祢的 主 我们恳求祢圣灵这时候自由的运行 在我们生命的里面敞开我们的心来到祢的面前来敬拜祢 主 我们恳求祢在敬拜的时候后 主 我们能够遇见祢的面 主 我们恳求祢在敬拜的时候 主 我们再次经历神啊 祢荣耀的降临在我们当中 我们相信 今天早上有神迹奇事要发生在我们当中 主啊 祢透过诗歌 主啊 来向我们说话 主啊 祢透过祢自己的话语 主啊 来向我们来说话 主啊 来向我们来说话 主 我们恳求祢的同在 主啊 祢赐福我们以下的时间 恩告所有服侍祢的弟兄姐妹 恩告今天的讲员 借着祂的分享 愿祢的话语再次的建立我们的生命 谢谢祢耶稣基督 赐福我们以下的时间 福耶稣的名我们如此感恩祷告 Amen 神的子民让我们一起来敬拜 神的子民 何以聚迹 乐切期盼遇见祢 神的子民 何以聚迹 乐切期盼遇见祢 天地要展开 神的道转变 因为我们可不寻求祢 在这里 在这里 耶稣你现在在这里 我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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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洗了祢 祢将会在这里 耶稣你现在在这里 若要呈现几秒神迹这生命 天上国度 降临在这里 是的 今天主耶稣 祂的灵就会降在这里 那我们用佛佛的灵来敬拜 Amen 神的子民 何以聚迹 乐切期盼遇见祢 神的子民 何以聚迹 乐切期盼遇见祢 天地要展开 神的道转变 因为我们可不寻求祢 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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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你现在在这里 我相信 我相信 洗了祢将会在这里 我要呈现几秒神迹这生命 天上国度 降临在这里 你的灵在这里 这里就有自由 神灵自由 远行无知己 你也要滚遇见祢 你 擺开 神的子民 何以聚迹 是 与生命无知己 一山倒海 习近佛佛佛的心 爱心心 坚定不愿生气 既然为他生多奇妙许 在这里 在这里 耶稣的圣体在这里 我相信 我相信 信任的江河在这里 荣耀证信 奇妙神迹成鲜明 天上国度证明在这里 在这里 耶稣的圣体在这里 在这里 耶稣的圣体在这里 我相信 我相信 信任的江河在这里 荣耀证信 奇妙神迹成鲜明 天上国度证明在这里 所以我要来欢呼一遍 所以我要 欢呼 一遍一遍不停来欢呼 直到夜里隔离城墙 一遍遍倒逃 所以我要 要相信 一遍一遍不停来宣告 直到每个大能应许 都完全成就 所以我要 要欢呼 一遍一遍一遍不停来欢呼 直到夜里隔离城墙 一遍遍倒逃 所以我要 要相信 一遍一遍不停来宣告 直到每个大能应许 中问是成就 成就 成就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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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x5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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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6 连是醒神迹低 проис Nik先往 Susse escuch盼望 啞穴看见gyping te� 在你沒有不可能的時 你是心神奇的神 絕望終此下盼望 在你沒有轉動的銀耳 每個音訊都是在阿妹 所以我要有恨物 一片一片不停來恨物 直到夜裡各地逞強 一片片當他 所以我要有信心 一片一片不停來恨物 直到每個道能依序 都完全拯救 所以我要有恨物 一片一片不停來恨物 直到夜裡各地逞強 一片片當他 所以我要有信心 一片一片不停來恨物 直到每個大人依序 都完全拯救 拯救 再給你造個耶穌 把所有容量掌聲都會給我們的主 一片 祂是那心神奇的神 對嗎 祂是那永不改變的神 Amen 是的主啊 今天早晨我們要歡迎你 歡迎來到我們當中 將你的寶座設立在我們當中 我們歡迎你 歡迎你 與眾多的宗星 イエス 世界的中心 耶稣 万物都本于你 属于你 位于你 你是荣耀君王 宇宙的中心 宇宙的中心 耶稣 世界的中心 耶稣 万物都本于你 属于你 位于你 你是荣耀君王 我们欢迎你 君王 我们欢迎 绝望降临 渴望看见 你的长鞋 呼求地来翻转 震动着了土地 复兴我们世界的热情 我们欢迎 绝望降临 绝望降临 我们欢迎 绝望降临 同心高举 我们欢迎 绝望降临 宇宙的中心 耶稣 世界的中心 耶稣 世界的中心 耶稣 万物都本于你 万物都本于你 属于你 属于你 位于你 你是荣耀君王 你是荣耀君王 我们欢迎 绝望降临 渴望降临 渴望降临 渴望看见 你的长鞋 不求你来翻转 承斗着土地 不幸我们是千里了情 我们会依旧我降临 同心高居你身上的秘密 不求平常打开 这雨不停息 我们呼喊回应去往降临 我们会依旧我降临 渴望看见你的显示 不求你来翻转 承斗着土地 不幸我们是千里了情 我们会依旧我降临 风心高居你身上的秘密 不求天窗打开 转月不停息 我们呼喊回应去往降临 他的阵空 他的臭门 很高如雨 交换着地 眼未看见 耳未听见 可不更多有你 可不更多看见 看见你的容颜 可不更多看见 看见你的容颜 大致大致 他的臭门 大臭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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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够如雨 之后 大臭门 大臭门 耶稣 渴望祢来吧 这里 在观众荣耀 将军 我们欢迎祢 耶稣 我们需要祢 耶稣 我们已来到这里 圣灵的宝座就在这里 我们欢迎 欢迎耶稣 我们需要耶稣 我们需要祢 我们沉重地需要耶稣 和我已来到这里 在观众荣耀 察觉 我们欢迎祢 我们需要祢 耶稣 和我已来到这里 圣灵的宝座 vi住 我们 ==social syndrome 耶稣渴望你来到这里 在光中荣耀成全 用你心灵城市来敬拜 欢迎你耶稣我们需要你耶稣渴望你来到这里 胜利你宝座就在这里 来敬请 来敬请耶稣 让前面这段时间来到神的电 来到神的面前来敬请祂 我们是多么多么的需要耶稣 我们离了你 我们什么都没有耶稣 我们渴慕你的同在 我们渴慕你的同在在我们当中 我们渴慕你 开心开口 用你自己的方式来到神的面前 来向祂敬拜 用心灵城市的来敬拜祂 噢 耶稣 噢 耶稣 我们渴慕你 噢 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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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噢 耶 Oh 带来场空 来被充满 Oh 耶稣你就在这里 Oh 你就在这里 耶稣 Oh 耶稣 Oh 耶稣 今天早晨 今天打开天窗 降下你的恩允 降下你的大灵在我们当中 求圣灵的火降下来 来浇灌每个爱你的子民们 浇灌圣灵的大火在我们身上 耶稣 降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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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灵的火今天降下来 降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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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灵的火降下来 躺开我们的手来等候来领受 降下来 降下来 圣灵的火降下来 我们预备我们的心来等候 圣灵的火今天要降下来 降下来 圣灵的火降下来 降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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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可恶圣灵的火更多 在我们当中 降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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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灵的火降下来 降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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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灵的火降下来 圣灵的火降下来 生命的火 降下来 降下来 生命的火 降下来 生命的火 降下 生命的火 降下 天软暗地热情 自去教好而自义 不停充满 降下来 生命的火 降下来 生命的火 降下 天软暗地热情 自习有趣和能力 示范里 打得通在生命 生命的火 降下来 来领受 来领受 生命的火在我们的当中 天软暗地热情 天软暗地热情 出去骄傲和自义 不停充满 降下来 生命的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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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降下来 沿耳分 ответ entonces 生命的火 降下来 主姐妹 可慕圣灵的火降下来 降下来充满我们 点燃我们的生命 哈利路亚 来燃烧我们的生命 哈利路亚 是的主啊 你天然我们爱你的心 主啊 出去我们一切的冷漠 出去我们一切的骄傲 哈利路亚 来充满我们 哈利路亚 下 下 盛利的火降下 点燃到高低人心 吃下勇气和安靡 吃发明 带内终在 只降下来 Hallelujah 只降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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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的弟兄姐妹 领受 领受圣灵的恩高 领受圣灵的能力在你的生命的里面 闭上你的眼睛 举起你的手 领受圣灵的同在 Hallelujah 圣灵就在我们的当中 祂要触摸你的生命 是的 敞开你的心 敞开你的心领受 领受圣灵的能力 祂的医治 祂要释放你的生命 祂要医治你的生命 Halleluj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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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的不要动脏 希望 你闭上你的眼睛 只说闭上你的眼睛 打开你的手 Hallelujah 可慕圣灵来充满 你心灵呼求圣灵来充满我 圣灵来充满我 祂的呼求祂 圣灵来充满我 给我力量 给我恩公 给我喜乐 给我平安 给我盼望 预知我 充满我 Hallelujah 谢谢圣灵 谢谢圣灵 Oh Hallelujah 重回着我 圣灵的爱 Amen 领受 领受 圣灵的地区 叫我们的感受 Hallelujah 我们的灵 用你的心体会 用你的灵去感受 Hallelujah 圣灵的神就在我们的当中 还要在你的生命的里面斗工 Hallelujah 让神来建立我们 建立我们的心情 Hallelujah 将下来充满 Oh 祂的圣灵大胆充满 就换在你百姓的生命的里面 Hallelujah 摘下来 Hallelujah Open Cent Hallelujah Amen Halleluj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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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damn it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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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标题 安静在神的里面来领受 圣灵的能力 要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来登功 哈利路亚 是的 弟兄姐妹 去经历神的同在 我们相信圣灵今天要在我们当中来登功 在我们当中可能有一些的弟兄姐妹 在你们生命的里面有需要 让圣灵来向你说话 让神的灵再次来刚强我们的生命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谢谢耶稣 谢谢祢的同在 谢谢祢 谢谢祢 是的 主 触摸他们 释放他们的生命 因为神祢的灵在哪里 哪里就有自由 神让祢的灵在哪里 哪里就有医治 神让祢的灵在哪里 哪里的生命 主要得着医治 释放 来充满你的百姓的生命 建立他们的信心 神祢的火燃燃热我们 刚强我们的生命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现在释放祂的预知的大能 哈利路亚 你需要领受意识的这时候 你来领受 你的身体有软弱的 哪里软弱 你就按手在哪里 神祢要医治你的身体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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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你生命的里面 有忧虑的 有大忧的 可能你说 你没办法喜乐起来 但是神今天要这样 大大的喜乐 充满在你生命的里面 把你的忧虑 谢给神 弟兄姐妹 把你的忧虑 谢给神 因为上帝 顾念你们 上帝 看到你的需要 祂今天要再次 充满在你的生命的里面 要释放你 将喜乐充满你 将盼望充满你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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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领受 哈利路 让神来充满你的生命 让神来预知你 让神来预知你 哈利路亚 在心里面需要 情绪上的需要 身体上的需要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今天上帝要释放我们的生命 感谢主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彼得前书五章如此说 他说 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 谢给神 因为他顾念你们 他顾念你们 所以你们要自卑 服在神的大能的手下 到了时候 他必叫你升高 勿要紧守 紧醒 因为你们的仇敌 魔鬼如红教的狮子 偏地游行 寻找可吞赐的人 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 抵挡他 因为知道你们 在世上的众弟兄 是经历这样的苦难 那诸斑赐诸斑恩典的神 曾在耶稣基督里面 遭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 等你们暂受苦难之后 必要亲自成全你们 兼顾你们 赐力量给你们 愿尊贵 顺赐归给他 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阿们 哈利路亚 是的上帝要 坚固我们 神赐下圣灵的能力 就是要帮助我们 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 弟兄姐妹 我们不要惧怕 那恶者要 夺取我们的喜乐 但是上帝要 赐平安给我们 在上帝里面 没有在神的里面 有盼望 所以圣灵是何等的宝贝 哈利路亚 感谢主 相信我们当中 弟兄姐妹都经历了 圣灵的这个恩高 更新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 让我们来祷告 向神献上感谢 哈利路亚 是的主我们谢谢你 谢谢你圣灵 主啊你赐下宝贝的圣灵 与我们同在 谢谢你赐下 主啊这样的一个恩典能力 主啊让我们能够在这一个世上 能够过一个得胜的生活 是的主你知道我们的软弱 你知道神我们的需要 我们看我们自己可能很多的事情 我们没办法成就 但是神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宝贝的圣灵 帮助我们 恩高我们 让我们能够跨越我们的苦难 跨越我们的困难 跨越我们欲缺的问题 主啊靠着你过一个得胜的生活 我们谢谢你今天早上 神与你的喜乐的灵再次充满我们 以神啊你的平安充满在我们的心 我们领受受主啊你的同在 我们领受神你的恩典 神你的祝福 你的圣灵充满在我们生命的里面 我们就有盼望 主啊我们感谢你 再次的重伤重新的来燃烧我们的生命 主啊让我们的信心在你的里面 主啊能够越来越坚固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创始成终的上帝 是永不改变的神 是爱我们的上帝 是与我们同在的神 主啊我们谢谢你赐效无限的应许 谢谢你带领我们 主啊在每一间的生活的里面 都能够来经历神你奇妙的作为 能够靠你过一个得胜的生活 所以我们把我们弟兄姐妹全然交托在主的手中 愿主你继续的在我们生命的里面来动工 主啊来带领我们 坚定我们的信心在你里头 让我们每一天 做都都懂得如何亲近你 如何懂得来到你面前领受 神啊你所赐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的能力 主啊我们谢谢你今天在敬拜的里面 让我们再次经历到神你奇妙的作为 你的神迹启示在我们生命的里面 愿主你继续的改变我们 改变我们 让我们越来越成为神你何用的寄命 让我们的生命越活越喜乐 让我们越跟随你 我越明白神你在我们生命中的旨意 主我们谢谢你把我们众弟兄姐妹 全然交托在主的手中 我们也相信神啊身体有需要的 你的医治的大能也领导他们 所以主我们为着神你奇妙的这个医治的恩典 说这个神祭祈祀感谢你 哈利路亚继续赐福我们以下的时间 如此的祷告奉耶稣得胜的名祈求 阿们 阿们 荣耀的掌声归给我们的神 哈利路亚 更大的掌声给我们的神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阿们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感谢主 大家请坐 感谢神 这时候让我们也预备我们的心 我们要把我们的今天早上的奉献 也献给我们的主 我们谢谢上帝的看顾 让我们的这个生命的里面 能够经历祂无限的恩典 这时候让我们也一起的来祷告 将我们的奉献献上 主 我们实在是谢谢神你的奇妙的恩典 你爱我们 呼召我们 拯救我们 让我们的生命能够不再一样 主 这时候我们也要将我们的奉献献上于你 我们的感恩奉献 猜传奉耶稀 主 都摆在神你的面前 愿你悦纳 弟兄姐妹 甘心乐意所献上的 也要求你 加上祝福 神让我们也盼望 能够借着这小小的奉献 让这个福音能够传遍全地 让更多的人认识你 所以你祝福 主啊 我们所献上的 也让这个金钱 能够来扩展神你的国度 奉耶稣的名 我们如此感恩祷告 阿们 你可以扫描荧幕上的二维码 做这个奉献 或者等一下你可以把现金投到我们的奉献箱 这时候我们要欢迎第一次在我们当中的贵宾 有没有第一次来的贵宾 你今天第一次来的 我们欢迎 欢迎欢迎这位弟兄 在我们当中第一次来 后面也有一位 欢迎欢迎 欢迎您 欢迎欢迎 非常的欢迎 还有吗 这边有吗 有没有我漏掉的 这里后面也有 我们也欢迎 欢迎 感谢主 所以我们看到今天的还好几位的 这个金朋友在我们当中 所以今天你是我们的贵宾 你可以就是填写 这个你的资料 留下你的资料 或者是你可以扫描二维码 留下你的资料 让我们能够有机会 就是联系你们 跟你们 能够更进一步的认识你们 好 这时候我们 要预备我们的心 我们有 今天呢 我们有一个 我们有个特别的讲言 我们的文莱牧师 今天会分享 我们分享神的话语 但是在这之前呢 有几项的报告 很重要的报告 也由文莱牧师来做报告 我们把以下时间 交给文莱牧师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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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好 你告诉你旁边的人 美好事正在发生 Amen Amen 好 弟兄姐妹平安 同样的跟在线上 弟兄姐妹来 问安 如果你是第一次 他们当中 我们特别要来 欢迎你 无论在现场 在线上 我们很渴望更多的 来认识你 帮助你 来明白 神在恩典当中的托付 让我们能够 与你一同 在神的国度里面 来成长 那时候在荧幕上 出现的第一个报告 是有关来临的 这个会计 我们是一个 有会计制度的 一个地方教会 那如果你信主了 一段时间 你在教会 也参与在其中 你很渴望在这里 和我们一同的 来帮助更多的人 更像耶稣的话 我们欢迎你报名 来参加会计 我们跟你来解释 那在荧幕上 出现这个二维码 你可以扫描 那我们当中 若你是领袖组长的 你也可以在你的 小组的里面 在你的事工里面 让他们知道 我们有这方面 让大家理解 这个会计的 因为从今天开始 我们会把这个会计 和洗礼分开 我们也已经解释了 这个原因 让会计 乃是更加愿意 尾声在我们当中 有名其成长 完成神在恩典当的托付 可以吗 可以 感谢主 好那另外一个报告 就是我们每一年 我们的这个 既然的既新全行 推秀会 我们有三次的 这个简报 或者汇报 让那些有 报名参加的 能够知道 我们怎么做好 预备 那都是在下个周末 25号和26号了 如果在今天 这个堂会的 就是在我们 结束聚会过后 十点半到一点 我们在科兴马尼园 这个科兴里面 我们有这样的汇报 让丢准备 做好准备 无论你有 报名参加 出席这个退休会 或者你 因为某些严故 你不能够出席 你仍然是我们 其心全心的一份子 Amen 告诉你旁边的人 让我们一起 其心全心 Amen 不单只是你去 退休会才 其心全心 你没有去就不 其心全心 我们是要在 这边土地 无论在东陵 在五级八都 甚至在线上 我们的数码教会 我们相信神会 借着 有给我们的托付 我们要紧紧的 跟随 那这时候要给大家 一个很重要的报告 就有关于上周五 晚上我们举行的 常年事务大会的 消息 感谢主 我们也感恩 弟兄姐妹 这段时间的里面 特别疫情过后 大家都非常的 给教会的 这个支持 使我们在 神的国度里面 在教会 所推行的各方面 大家都忠心 和委身 让这个教会 这个地方 能够帮助更多的人 更像耶稣 然后这个时候 我们也要感谢 教会 知识委员会 我们在今年 我们选出了 五位 这个知识委员会 把他的名字放上去 有吗 我们看到 有詹立芬 姐妹 和婉玲姐妹 林里原弟兄 陆子谦弟兄 还有燕耀祖弟兄 我们再感谢到 他们在 这个时间里面 他们生活非常忙碌 他们在事业上 也有成就 但是他们仍然愿意 在他们专业方面 来以教会的 领导臣 主任牧师 还有家务同工 一起的来配合 这是我们非常感恩的 同样的 我们也非常感谢 大家在 更新恩典五级八度 土地注令的事情 给了教会一个 极大的支持 给了一个极大的委托 请继续和我们一起祷告 那接下来我们要 跟新加坡土地管理局 要处理接下来的 程序的时候 我们很需要 在祷告的里面 一同的来 求主的帮助 这是我们 很需要 弟兄姐妹 一起的来参与的 在这次上 我们也要感谢 可能弟兄姐妹 不是很清楚 但我们也透过 这次 向她解释了 其实教会我们有四位 受托人 这些受托人都是 被教会委托 在处理土地 注令签议的时候 他们代表 教会去签名的 我们特别感谢 我们这一次 我们有一个 卸任的 委托人 受托人 洪福明弟兄 感谢他多年来的服事 那这次我们 有这个 郑宇航弟兄 他愿意 一起和其他 三位的 这位 受托人 郑 藤弟兄 郑 树 惠 姐妹 还有 何元基 弟兄 他们组成 这个四位的 收托人 来做这样的工作 因此你看到 在恩典堂里面 有许多美好的事情 正在发生着 那我们要继续 为我们的 教会的团队 弟兄姐妹 同工们 我们都很 心情的付出 因此我们需要 一起的来祷告 好让我们能够 走进上帝 对于恩典堂的 命定的里面 一同在这个地方 发光 发乐 迎向主 给我们一个 美好的未来 这时候我要 要请大家 和我一同的战略 我们要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要将 刚才所听到的 每一个四项 这些的 我们的 执事委员会 还有我们 接下来所要处理的 这个恩典五七八度 土地住令的 这个四项 我们都需要 接着祷告来拖住 弟兄姐妹 这时候可以 开胜地来祷告 开胜地 接着你的祷告 来守望 来支持 为着每一个 执事委员会 来祷告 为着他们的家庭 为着他们的服事 为着他们的 生命来祷告 就是我们开胜地 来祷告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主要说我们 谢谢你 我们谢谢你 为着我们的 执事委员会的 每一个成员 包括主席 我们的主任牧师 都完全地 交在你的手中 求主你恩待他们 求主在 什么当中 继续地带领他们 赐给他们 智慧 也赐给他们 同性在其中 特别处理 许多这些 很需要 主你的带领 很需要 主你的话语 来引领他们的 继续为他们来祷告 也为着他们的 孩子来祷告 为着他们的 家庭来祷告 为着他们的 需要来祷告 哈利路亚 让我们 借着我们的 祷告来 拓住 整个的 执事委员会 我们也要为 这个 接下来我们 已经受到 大家强力的 委托的 我们要以 这个新加坡土地 管理区 来去 接洽 来去讨论 后续的时候 我们也很需要 上帝的 继续地带领我们 为着恩典 五七八度 来祷告 对比我们 看到那一边 有个登家 住宅区 我们看到 有更多的 家庭 记录在其中的时候 这是个 极大的 合场 为这个事情 来祷告 开心地 来祷告 更加 肯切地 来祷告 为这个 教会 接下来 主要做 这些的 调整 在设施上 在建筑上 所需要 做的改变 来祷告 哈利路亚 我们需要 弟兄姐妹的 参与在其中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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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你也 为自己来祷告 求主 向你写明 这边今天 我们在 圣灵的大能 充满了里面 我们说 主啊 你要怎么来使用我 我们听到 这么多美好的事情 即将会发生 主啊 你会使用我 主啊 你来使用我们 开心为自己来祷告 主我们在其中 我们能够 在中 我们能够不断 发光发热 我们在其中 能够参与 献上我们自己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慈爱大爸天父 满心感谢赞美你 为着恩典堂 我们向你现场感恩 我们看到过去 七十四年 你怎么样的 带领这个教会 我们知道 在前面的道路 你让信实会带领 我们感谢主 上个周五 我们顺利的完成了 第六十三届 常年事务大会 我们看到弟兄姐妹 都踊跃的参与在其中 我们祷告主啊 让我们继续的 在其中同心 让我们彼此 能够认定 主你在我们当中 所要做的事情的时候 让我们能够携手同心 让我们齐心前行 让我们在其中 让主你的命定 就能够在我们当中 发生 我们谢谢你 也为了今天 我们聚会 再次的向你现场感恩 求主你的圣灵 在我们当中 继续的来东宫 我们感恩 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字 Amen Amen 弟兄姐妹请坐 Amen 是的 如果你想鼓掌的话 更大声的来鼓掌 因为你的掌声 是归给那 坐在宝座上的 羔羊 Amen 做的主席要讲道 感谢主 弟兄姐妹 那我相信上一周 你度过了一个 非常愉快的 愉快的母亲节 那祝福了 我们在生命当中 非常了不起的 有时我们想起 这个妈妈的角色 真的是不可思议的 都不容易 但我们不单只是 要借着母亲节 来纪念 来祝福他们 我们在每一天生活当中 我们要肯定 我们这些的姐妹 这些的妈妈们 那今天我们仍然会 继续在一个欢庆 一个庆祝的氛围的里面 我们引来了 基督教的一个 重要的日子 这个日子是什么 五旬 刚才我们的 历子母已经告诉 今天是五旬节 那你知道什么是五旬节吗 那五旬节的意思 就是五十 告诉你旁边的人 五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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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是五十呢 因为它乃是发生在 耶稣复活过五十天 按照上帝 按照耶稣应许门徒说 你们要等候 圣灵会来拜访 圣灵会降下 圣灵要充满你们 因此这一天也被称为 圣灵降临了 降临了 因为圣灵在这一天 大大的降临在耶稣的门徒 还有当中其他的跟随者 那你也知道吗 今天也是教会的生日 因为这一天 早出奇教会 在这一天诞生了 说的教会生日不是恩典当中 教会的生日 乃是所有的教会的生日 所以你说今天重要吗 非常重要 那因此我们也来了解一下五旬节的背景 因为这一个背景 我们可以追溯到在这个旧月的里面 在旧月里面 五旬节也被称为七夕节 或者出手节 也是发生在逾越节的第五十天 这一天人们都会来献上出手的果子 来感恩上帝 吃给他们一个丰收的 一个庆祝的活动 因此每一年犹太人都需要来到 这个耶路撒冷 来敬拜 来朝圣 来献上礼物 的三个重要的节日之一 那说了这么多这些的背景 为我们今天所要讲的信息 顿定了一个重要的基础 因为就在这时刻 当时来自各地的犹太人 他们像往年一样 他们已经被分散到其他地方 但是他们仍然在这一天 如网一样的来到耶路撒冷 但是他们当中好多的人 不知道他们要迎接的是一个更重要的 一个收割 他们之前有一个收割 在地上非常的丰收 他们要献上礼物 但是这时刻他们不知道 他们这一次的旅程 甚至会大大的降临 迎来他们生命当中所见证的 所领受的一个最重要的收割 那今天自五旬节 我们理所当然是要跟大家来分享 这个圣灵充满的真理 那很多时候当我们谈到这一个圣灵充满的时候 我们很多时候都关注的就是恩赐 说方言 说预言 行神迹 这些都非常的重要 很多时候我们也看到 在圣灵充满的时候 我们出现许多的一些的现象 包括我们有时候我们能够经历一些很美好的事情 我们看到圣灵的彰显 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 但同时我们在这一天里面 我们发现门徒的生命不再一样了 弟兄姐妹 一直当圣灵充满在你的生命当中 你的生命会不再一样 你的生命会有改变 你的生命会有转化 告诉你旁边的人 你兴奋吗 看起来你们还需要多一点 更加的兴奋 Amen 当圣灵充满的时候 你的生命会不再一样 那你的生命会是个什么样的生命呢 因此今天的主题是个 圣灵充满的生命 因为我们接下来在《使徒新传》第二章的里面 我们看到一群被圣灵充满的门徒 他们的生命经历了一个极大 非常深刻的转化 彻底的改变他们的生命 他们之前的生命怎么样 但是经过圣灵充满过后 他们的生命不再一样了 他们的圣灵充满彻底的改变了他们的生命 并赋予他们一个极大的收割的能力 因此今天的大方向是 圣灵充满将带来生命 深刻的转化 因为弟兄姐妹 当圣灵充满的时候 不但是我们经历一些的现象 不是让我们在这个时刻 暂时在我们的问题里面 得到一些的缓和 或者让我们得到安慰 他乃是要做的是一个更深刻的 在你的里面来做转化的工作 然后我们好奇的是 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 他的具体的生命是怎么样的 他的生命有些是应该怎么表现的 因此今天我们来看这个三方面 第一 他就是一个灵性火热的生命 弟兄姐妹 一个被圣灵充满的生命 是一个灵性火热的生命 他的内在生命 他的属灵生命能够火热起来 如果当圣灵充满你 你离开这个地方 如果生命还是一样的话 那你就说我们有一个很好的经历 那今天我们看到 一个圣灵充满 他是一个灵性火热 他生命有些什么的具体的表现 圣灵的大能 我们看到圣灵的大能使门徒 做出了之前他们不能够做的事情 他们做了一些之前 他们做不了的事情 那些事情是什么呢 首先我要你想象自己 就在当时使徒行传第二章的处境的里面 今天我们要看整章的经文 也许我们没有时间 一节一节的来看 但你可以打开你的圣经 或者你的手机 去到使徒行传第二章 我们一起的来看 这里说到什么呢 你想象一下 你就在他们其中 这时候 你就和其他的门徒 考考你们多少个人呢 你和其他门徒在那边 多少个 一百 一百二十个 我觉得门徒都聚在一起 在楼房 记得吗 他们等候 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的时候 他们在那边等候 突然 突然在天上 有什么 他们听到了 他们听到天上什么 有一个从天上下来的响声 这个圣经怎么样呢 就 砍 醒过来了 这个圣经说什么呢 好像一阵大风吹过 我们看这经文一定要仔细地看 好像一阵大风 但是又没有风 只有声音 这个圣经好像风 砍 降下来了 充满了他们 所住的房子 我想这一刻 就好像刚才我 砍一声像 就好像如果你在睡觉的话 人家拿那个 什么拿那个 锣啊 或者那个厨房那一个 那个包啊 砍啊 你就会 感到非常的 真压 然后更加令人惊奇的是什么呢 又有舌头 如火焰 彰显出来 这说什么 好 又好像一些舌头 请你看看 我看看你的舌头 从天上下来 在 在哪里 分别落在每个人的头上 不是火在人上 是一个好像火的舌头 你想象一下浩然牧师的舌头 出现在我的头上 是一个怎么样子的 一定是一个 很活跃的 不停地 枕动的 确实一样 就是落在 每一个人的身上 重要的是 这时候 他们就被 圣灵充满 这里 上次说到 他们的时候 他原文说 每一个人 弟兄姐妹 当圣灵降临的时候 每一个人 都在那里 被圣灵充满了 在圣灵充满里面 我们看到有一个现象 就按照 圣灵所吃的狗才 说起别国的话 所以我们看到 他们听到 他们又看见 他们又能够说出来 确实一个 这是一个全新的经历 是他们之前没有的 这个经历 完全地点燃了 他们的属灵的生命 使他们做出了 之前所不能够做的事情 那谈到说别国的话 我们都知道要学习 一个门外语 并非一个容易的事情 比如说我们现在 居然好多人 都看韩剧 对吗 看韩剧 然后他都看得多得后 我们只会说几句韩剧 韩语而已 但是如果我们真的 要说得流利的话 我们需要长时间地学习 并且持之以恒的超念 才能够顺利地掌握 其中的技巧和能力 就好像在疫情的时候 因为我以前在基隆坡的时候 我在家里面是用福建话 彼此交谈的 所以我就觉得 我可能可以用福建话去讲道 那我讲了两三场 真的很要命 我以为我可以 真的不容易 因为我们的福建话 是槟城的福建话 当然我们看到门徒 被圣灵充满的时候 他们似乎能够得到一个特殊的能力 这里说什么呢 他们流利和自信地说起 其他国家的语言 这里所说的就是方圆 那么他们这一个能力 不是透过传统的方式 所学到的 乃是上帝 加在上面当中 更重要的是 使积极在当时耶路撒冷的这一些人 都听得懂 他们在说什么 我们继续看下去 第五节到第十一节的时候 当这一些人 当这一些从外地 不但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 在已经分散到各地的犹太人 他们也回 他们也回到耶路撒冷 他们被这个声音吸引住 那这个吸引是什么呢 当然有两个可能性 一个就是刚才所说的 那个棒的声音 另外一个他们也听到 这些的人说起 他们听得懂的话语 他们感到非常的惊讶 这一些人 不都是加利利人呢 他们怎么能用我们 生来的所用的相谈呢 这一些外来的人 他们好些是 原本就是犹太人 后来也有一些是 加入犹太教的 包括哥利特和亚伯罗人 他们都听得懂 门徒用他们的相谈 来讲述神的大能 讲述神的大作为 你看到这是个非常奇妙的事情 当时120个门徒 他们所讲的 是超过10个 当时不同的语言 然后那一些的人 听到的什么 他们听到的就是 他们的自己的 所听得懂的话语 而明白 这一个大的作为 确实的 弟兄姐妹 很多时候在 当我们出国的时候 听到别人用自己的原语 是一个非常奇妙的经历 就像如果你去到国外 如果你能够听到一个老外 他也能够中文跟你谈话的时候 我想你会感觉到 这个非常美好的事情 就比如我跟你说 听得懂 听不懂 他讲什么 听得懂 早安 早上好 女士们 先生们 当你听到别人 能够说出你的话语的时候 你会非常的感恩 然后我们今天要问的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还需要 五旬节的敬礼 圣灵充满今天仍然发生吗 答案是非常肯定的 因为我们需要圣灵的能力 去完成上帝 交托给我们的工作 《使徒行传》一章八节这里说到 但圣灵临到你们身上 你们就得到能力 并要做我的见证 就是在耶路撒冷 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 直到地极 按照这段经文 圣灵充满 它有个首要的目的 乃是要使门徒 领受上头来的能力 去见证和去服事 弟兄姐妹 当我们在圣灵充满的时候 当我们在经历一个 非常圣灵 大能降下的聚会里面 我们有其他很美好的经历 因为上帝的大能领导的时候 他好像一个重量 因为上帝是个幼真幼 当他亲身的灵到我们当中 我们能够感受到的 我们能够经历到的 然后当我们经历到的时候 无论是我们经历到一个 怎么样的彰显 我们的生命得到释放 我们的生命得到帮助 我们的生命得到安慰 我们的生命得到抑制的时候 它背后 我们要明白到 有一个更深的目的和意义在里面 就是上帝不但要充满你 上帝不但要帮助你 上帝不但要来抑制你 上帝要使用你 Amen 上帝要使用你 使用你去做一个强的大的见证 使你做一个什么 做一个的帮助 因此我们弟兄姐妹 很多时候 我们在群求圣灵充满的时候 这里告诉我们是 每一个人都能够经历 当往往是到我们经历的时候 我们觉得 我这样的生命 我想上帝可能 很难能够充满我 我生命如果好一点的话 我的生命可能有些 我等我的生命的状态 等我问题解决的时候 我才让圣灵来充满我 这里我们看见 这些门徒们 他们之前的生命 就是什么生命呢 出卖耶稣的生命 当耶稣被辞加的时候 他们逃跑 他们不认主 都有这些人在这个里面 这给我们看见一个我们的理解 上帝爱我们 当我们在软弱的时候 当我们觉得自己不可以的时候 当我们觉得我们不敢的时候 圣灵也要充满你 Amen Amen 也许今天你带着一个顾虑 或者你带着一个怀疑 上帝会充满我吗 我是跟面对这么大的问题 也许等我悔改过后 等我懂得怎么爱主过后 弟兄姐妹 逻辑反而是相反 当圣灵充满你的时候 你就能够过一个圣洁的生活 当圣灵充满你的时候 你就能够做一些 你之前所不能够做的动作 Amen 一直尽量鼓励大家 敞开你的心 敞开你的心 刚才我们医生牧师在带领的时候 我看到圣灵很大的在其中工作 我看到什么 我看到一些乌云在人的头上 完全的神要把它拨开 要把它拿开了 我们不能靠我们自己 过一个圣洁的生活 我们不能靠自己 过一个有能力的生活 唯有当圣灵大量充满在我们当中的时候 我们的生命都经历转变 我们的生命就能够做出一些 这些我们所不能够做的事情 Amen 而这个事情就是我们要做它美好的见证 我们要去来服侍它 因为我们看见圣灵充满的果效 不但彰显它们在圆语上的表达 跟踪的是我们看到它们能够行神迹的 只是其中一个例子 我只列出一个就是 《使徒行传》第三章我们看到了 在第三章我们看到了什么呢 我们看到这个时候 彼得和约翰有一天 他们去到圣殿来去祷告 经过美门的时候 遇到一个生来就歇腿的 一个不能够行走的 他看见彼得 看见约翰的时候 他希望他能够帮助他一些 希望他能够给他一些的帮助 希望他能够从来得到一些什么 然后彼得现在告诉他什么呢 你看我们 精灵我都没有 只是我所有的我要给你 我现在奉拿撒勒耶稣的名 叫你起来行走 这人生来鞋怼 从来没有走过路 就站起来 跳着 走着 跳着 赞美神 Amen 弟兄姐妹 彼得一汉说 经营我没有 但是我奉拿撒勒耶稣的名字 叫你起来行走 这确实一个极大的神迹 后来彼得据说什么呢 以色列人 为什么把这个事情当作稀奇的事呢 为什么定静看我们呢 以为我们凭着自己的能力和虔诚 能使这个人行走吗 比如说不是的 乃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名字 乃是靠着圣灵的大能 使我们能够尽力 使我们能够做出 之前所不能够做的事情 因此今天基督姐妹 在你还不可以的时候 在你还不能的时候 圣灵也依然要充满你 这个极大的 给我们大的一个应许 那今天对我们来说 古神节仍然是一个真实 一个很重要的经历 因为它不但代表 我们的信仰的开始 我们看到圣灵今天 一直仍然在工作 祂仍然要在充满祂的教会 兄姐妹 当我们接受主耶稣去对我们 个人救主的时候 圣灵就在我们里面内住了 在里面内住 耶稣福音14章16节 说到这个圣灵宝灰是 祂应许永远与你同在 同时祂也要来充满你 我们身为五熟中教会 我们非常的看重圣灵的工作 因为我们知道 这是我们在生命当中 能够活出上帝给我们的使命 一个非常重要的 那对于那些已经被圣灵充满的弟兄姐妹 你会领受到一个说方言的恩赐 因此对你来说 你会不陌生 每次讲员牧师祷告会 要求你一起祷告的时候 你可能很快的就用方言祷告 很多时候你也不知道 自己在做什么 你就是很自然的 因为为什么呢 兄姐妹 我们也可以在 没有圣灵充满之下 说方言的 因为祂给了你这个能力 给了你这个恩赐 祂就在圣灵充满之下 说方言 和没有在圣灵充满之下 说方言 是有祂的不一样的 有祂的差别的 因为上帝把这个能力给我们 我们领受了方言的恩赐 重点是 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灵命 是否仍然火热 我们是否对焦在上帝的面前 说主啊 使用我 那对于那些还没有被圣灵充满的弟兄姐妹 我们要和你一同的来祷告 我祷告今天 到我们在会做呼召的时候 你要来一起 跟我们来领受这个圣灵的充满 和这个说方言的恩赐 因为如果你不可以追求的话 你就不会拥有 恩赐是要求才会有的 也许你会觉得 我说方言感觉我不自在 我不需要 但是保罗 他说什么 你们要被圣灵充满 因为说方言能够造就自己 也能够造就教会 很多时候我们在生命当中经历很疲乏的时候 面对许多挑战的时候 我们甚至不懂得怎么样用 我们的圆意祷告的时候 我们可以借做方言的祷告 来到主的面前说 主啊 主啊 我们来祷告 我们来庆敬他 我们来敬拜他 你的生活当中 你的服事当中 此刻是否面对极大的挑战呢 甚至使你觉得 很多时候我都不能够回应 我的主掌 要我参与的事情 确实的 靠我们之前 很多时候我们都做不了 我们需要什么呢 我们需要圣灵的充满 使我们的生命全能地改变 使我们能够做到 人之前所不能够做的事情 第二 敢于见证的生命 圣灵充满也是一个敢于见证的生命 因为圣灵的大能充满 使到门徒们做出之前不敢做的事情 我们继续看下去 在第十二节 当这个门徒们说方言 有些人听得懂 有些人觉得很惊讶 但是有些人却觉得 觉得讥笑 在笑他们 他们在说什么 因为他们好像看起来 好像喝醉酒一样 的确的 当时引起了两种的反应 听懂的人觉得很惊叹 听不懂的人以为 或者不能够接纳的 以为门徒喝酒而讥笑他们 面对这样的状况 彼得带着众使徒 站起来高声为耶稣的死而复活 来做见证了 我们看到什么 我们看到彼得此刻能够大胆的 站立起来做见证 如果你还记得的话 在几十天前之前 当耶稣被抓拿的时候 当耶稣被鞭打的时候 当耶稣被审判的时候 当耶稣被盯的时候 所有的门徒 包括彼得 都不敢面对 甚至彼得三次否认耶稣 自己是耶稣的门徒 否认自己是跟随耶稣的 但是一个不敢 之前不敢承认的 此刻他站立了起来 他的力量从哪里来呢 这几十天的改变 是什么改变了他呢 乃是圣灵的充满 乃是圣灵降临的 赐给彼得 大胆地来传讲这个福音 提摩大后书一章七节 这里说到 因为神赐给我们的 不是个胆怯的心 乃是刚强仁爱 谨守的心 我们看到彼得的生命 完全地翻转 他所靠的 不再是自己的力量 他所靠的 不再是自己的胆量 但是圣灵的充满里面 他敢于做见证 他说什么呢 他首先解决了 这个酒醉的问题 他说这些门徒 并不是在喝醉酒 因为当时才是早上九点 是犹太人早上祷告的时间 这个时候他们是不吃饭的 跟何况喝酒呢 然后这里我们看见醉酒 用准备醉酒和圣灵充满 有相似的地方 在外在有相似的地方 还记得保罗 祝福门徒说 你们要被圣灵充满 不要 醉酒 这让我们看见 原来喝酒和这个 充灵充满 在某些程度上有很相似的地方 什么相似呢 一个喝酒过后 他会怎么样的 酒后吐什么 如果你要不要一个人讲真话的话 灌他两杯 他要讲真话 还有呢 一个喝了酒的什么 平时不敢做的时候 他表达说 我其实我爱你 我们做个很勇敢的事情 喝醉酒的时候 我们就会吐真言 圣灵充满的时候 我们忽然就 哇 我们平时不敢做的 很约束的 圣灵充满的时候 我们都 勇气起来了 胆量起来了 我们也宣告了 那差别在哪里呢 差别在哪里 醉酒是被 这个酒精所来影响和管理 然后圣灵充满 是被圣灵来管理 而充满 它差别在哪里呢 等到醒过来 你就知道了 喝醉酒的人 醒过来的时候 他生命有没有改变啊 除了多了一样 头痛 今天喝酒 明天怎样浪费掉 但是被圣灵所充满的呢 他的勇敢 他的生命 会持续下去 Amen Amen 所以你要追求圣灵充满 你生命当中是否有一些东西 你很想去追求的 你很想说 主啊 你给我这个意向 给我这个负担 我很想去把它 落实下来的 你追求圣灵的充满 圣灵的充满 因此 因为时间的缘故 接下来我们就简单的说到 那彼得站立起来 他说了什么呢 不然叫彼得 哇 一个渔夫啊 一个渔夫 一个一个 只是一个没有什么学问的人 没有什么能力的人 因为圣灵的充满 给了他这个恩典 给了他这个能力 给了他这个勇气 他接下来 在这个经文里面 他说了三个旧约的意缘 意缘 第一个就是 耶稣二章二章二十八三十二节 这里说到什么呢 这里说到 神在末后的日子 他要将他的灵 浇灌在凡有血气的人 凡有血气是吗 凡有气息的人 所以你看一看 你看你旁边的人 你把你的手放进他的壁纸上 看到还有气息吗 有吗 有吗 或者你看自己先 还有吗 圣灵要充满你 他说他要充满谁啊 凡有血气的人 还在活着的人 请问你活着吗 活着 所以圣灵要充满你 充满你什么样呢 你要说意缘 你要说意缘 你要成为神的代缘人 神会透过你 向你的弟兄姐妹来说话 神会透过你 向你要去传父的人来说话 并且你要看异象 你要做异梦 他要将 他的灵浇灌在 他的仆人和使你 他们都要 议员 并且我们要看到 许多的神迹说来 弟兄姐妹 谁会说意缘呢 我们每个人都可以 因为只要你有血气的 上帝都委派你去说意缘 那接下来 他也用了 其他的旧约的 一些的经文 来实现 看这个 这一个 预言的成就了 然后在第36节里面 他达到一个高潮 他说以色列全家当知道 你们所钉死的这位耶稣 神已经立他为主 为基督了 Amen 弟兄姐妹 彼得的讲道给我们展示一个非常关键的真理 我们所有人都被呼召成为基督的见证人 靠着我们自己 我们做不到 唯有靠着主 我们每一个人都做到 那你可能说 哎呀牧师啊 我好像什么都不可以 我不是讲业 我又没有什么知识 确实的 靠着我们自己 真的没有什么好讲的 弟兄姐妹 我们生命当中一些 外衣水席 什么我们做过什么一些 很有什么 觉得很威风的 其实也没有什么好分享 很多时候我们没有能力 但是有一样东西 是你可以分享的 就是神在你生命当中的工作 我们不能够代替你 你能够代替你自己 所以你应该做什么呢 你要留意在你生命当中 是否有独特的关键时刻 在你生命当中 神是否做了一些的善功 是使你生命改变的 你要回忆这段时刻 并且求主帮助你 把它记录下来 就是说你要去 刻意地去做的 并且这样去反复 来去表达 以至你能够真诚来分享 因为一个圣灵充满的生命 是要信靠上帝的生命 当我们对上帝的信心 越大的时候 我们很自然地 就会寻求 上帝的旨意超过一切 我再说一遍 圣灵充满的生命 是一个依靠上帝的生命 当我们对神的依靠 对神的信心成长的时候 我们会很自然的 我们不会觉得很辛苦的 我们很自然去追求 上帝的旨意超过这一切 去年我们主办的 上帝完成的故事 让弟兄姐妹能够掌握 怎么样的向一些 不同文化的人 来去传福音 我们看到弟兄姐妹 能够参与在其中 甚至像讲菲律宾语的 菲律宾人来传福音 去到他们聚集的地方 然后甚至跟他们 有些中国人的群体 来传福音 今年我们也做了这个 不知不觉 谈到你 让我们弟兄姐妹 很多美好的事情发生 他们学之后 他们就去到 恩典超的 去到我们教会的 这个恩典超市 迷你超市的里面 就第一次见到的人 传福音 就看到果效了 之前他们说 我不懂怎么做 不敢怎么做 那是因为靠着圣灵的时候 他们就可以做了 那你可能说 很多话语我不可以 不懂怎么讲 其实在新加坡 我们可以用简单的英语 更重要的 有一个原语 是我们能够 来传神的福音的 是什么原语 是爱的原语 当你的原语 所不能够表达的时候 你能用你的生命 去表达 不但透过语言 透过我们的生命 透过我们的 所表现出的关怀 体贴 今天当我 今天我没有驾车来 今天我是 坐这个 BMW来 我坐了巴士车 公交车 我坐了地铁 我又走路过来 今天没有走 走一点点而已 那我在上车的时候 看到我的姐妹 我一个姐妹 他上车的时候 他遇到另外的姐妹 然后过马路 他陪伴她 我们看到 我们的确能够用 爱来披止 服侍 一个被圣灵 充满的生命 不单是一个 灵里面 产生改变 不单他敢于 做见证 第三 他乐于敞开的生命 圣灵充满 是一个 使人能够 乐于敞开的生命 圣灵大人 使门徒们 做什么呢 做事之前 他不想做的 第一 他没有能力做的 第二 他不敢做的 第三 他不想做的事 他也可以做了 我们在第三十七 到四七 我们看到什么呢 当彼得 向他们传讲 这个耶稣基督 救恩的信息的时候 众人的心 都被感动了 他就问彼得说 弟兄 我们该怎么做呢 彼得说 你们要悔改 奉耶稣的名 受洗 叫你们的罪 得赦 在那一天 多少个人信主 三千个人 我想当时聚会的人 肯定超过三千 有三千的人 接受了福音 并加入了 门徒的行列 更重要是什么呢 这一些人都恒心 遵守使徒的教训 彼此交接 掰饼 祈祷 这是何等 美好的一幅图画 因为这三千人 在过去的日子 他们不认识的 叫他们来到恩典堂的时候 我们可能有些人 我们不认识的 他们也不想做 神所学的事情的 过去他们都按照 自己的生活 虽然他们都在 犹太教典 他们都按照 自己的生活去安排 但是因为圣灵的工作 我们看到什么呢 我们靠信的人 都在一处 反物共用 固然这段经文 有个特殊的背景 要跟大家来去解释一样 因为当时 五神中的时候 一下子增加了 三千个信徒 因此有 并且有好多的 这一些的信徒 都来自远方的各地 因此他们在信主国 他们需要留在耶路撒冷 来学习耶稣 一开始所教导他们的 使他们能够记住 使徒的教训 好让他们能够去 传福音 做主的见证 所以今天 我们不需要完全的 跟随这一方面 如果今天教你 变卖你一切 大家住在一起 你要不要 不要 我也不太想要 当时有特地念 然而 有一样东西 我们是需要跟随的 就是他们彼此 相爱的原则 他们在一起 交接 掰饼 祈祷 彼此 相爱 弟兄姐妹 神在万国的旨意 乃是要建立教会 从120个人 到3120个人 到今天 昨天在领袖培训的时候 我问了弟兄姐妹 一个问题 耶稣有多少个门徒 请问耶稣多少个门徒 12个 12个吗 后来那120个呢 3000个呢 47节 赞美神 得众名的喜爱 主将得救的人 天天 加 给 他们 兄姐妹 当我们乐意开放 敞开我们的心的时候 神就将 人 带到我们当中 我们就看到我们的生命 能够 影响 这个生命 信仰不是一个孤单的旅程 圣灵充满 不但使我们 解决我们的问题 使我们得到能力 使我们一个很好的体验 他也要除掉 人与人的隔绝 说真的 很多时候 你们可能觉得 我也不是很好相处 还是你们觉得 我是跟他相处 我们可能觉得 我们小组里面 不是每个人 我都很喜欢 我看到有人 这个事实对不对啊 他讲话这样的 这样的 这样的 每次他讲话 我没机会讲的 每次小组会 然后当我们过一个 真正被圣灵 充满的生命的时候 上帝能够 叫我们的生命 成为别人的祝福 当你愿意敞开的时候 你的生命 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 如果你还没有 加入一个小组 我鼓励你 找一个小组 加入里面 敞开你自己 让圣灵来帮助你 让唯有圣灵 能够使我们和好 如果我们依靠 我们的能力 我们去解决 我们之间的纷争 是不能够持久的 因为有人的地方 就有什么 哇 讲得这么大声 但被圣灵充满的人 聚在一起的时候 虽然有问题 但是靠着主的爱 我们能够彼此的和好 Amen 所以在结论的时候 我们请敬拜团 站上前来 今天当我们谈到 圣灵充满着真理的时候 我们把焦点放在 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过后 他有这些经历 他能够有一些的领受 他甚至他的生命 能够得到帮助 然后在他自己本身的生命 他经历怎样的转化呢 我们看到三方面 我们看到他领受了一个 灵性火热的生命 他的灵是非常火热的 之前他不能够做的事情 他现在就能够去做 因为在里面产生了一个 根本的变化 之前我是不愿意 不能够做这些 我不能够开口讲话 当圣灵充满的时候 当我里面产生变化 我的里面就能影响我的外面 第二 他活出一个敢于见证的生命 做出了之前 很不敢做的生命 有姐妹很多时候 我们不敢做 我们都有点害怕 特别是让我们 做一些事情 是我们没有经验的 没有做过的 然后当我们 被圣灵充满的时候 我们的生命也成为一个 勇敢 分享见证 服侍主的生命 它也是一个走进 乐意敞开 自己的生命 他知道生命不是一个孤岛 与主 也不是一个 单单跟主见的关系 他来是相信神 把他放在一个群体里面 共同的来成长 在接受的时候 我想说 兄姐妹 上帝的心意 要每个人 都被圣灵充满 并且这个圣灵充满 他不是一次性的 如果你看到的原文的话 他的持续性被圣灵充满 就好像五旬节的教会一样 的信徒一样 当他们等候的时候 圣灵就降临了 因为今天当我们 每个人都站立起来的时候 我有三个呼召 我要几点几点 跟我一同站立起来 让我们一同来回应 若我们今天当中 有些弟兄姐妹 你信主了一段的日子 但你还没有被圣灵所充满 那你说牧师 我怎么知道 我被圣灵充满没有呢 按照圣经给我们的提示 当被圣灵充满的时候 你能够说出方圆 你能够用方圆来祷告 我们当中如果还没有经历 这个圣灵充满的 今天你可以在 弟兄姐妹跟你一起守望的里面 陪伴的里面 在圣灵降临的里面 来领受这个福分 第二 如果你已经被圣灵充满了 但是你说一段日子 我需要被主再次的来更新 当我在圣灵充满之下的时候 我的生命得到翻转 不但我的问题得到解决 主要我要看到我的生命 更大的翻转 我要看到我的生命 更大的不一样 或者你说今天 我一直在犹豫不决 我知道我需要分享福音 我一直觉得我没有这个勇气 或者是觉得我不想跟他分享 求主今天的圣灵 就充满你 也使你能够尽力突破 也使你借着祷告 得到释放 这时候我们请静脉团 这首诗歌 带领我们 预备我们的心 使我们打开我们的鼠铃的眼睛 打开我们鼠铃的耳朵 来领受 是你今天要在我们生命当中 所做的工作 主啊 这是我们的祷告 爱和能力 满出来 我们期盼你等待 圣灵的火 有姐妹 你是否渴望今天圣灵的火 踏大的软软爽灵 天人爱你的热情 出去骄傲和自已 不停充满 教会 圣灵的我 家乡 圣灵的我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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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乡 家乡 天人大高的热情 只想用情而满意 释放你 他的同胆 圣灵的我 哈利路亚 圣灵啊 我们渴望 渴望的时刻 大大的降临在我们当中 点燃我们对你的热情 恢复我们对你的追求 哈利路亚 让我们更多的来仰望你 让我们领受圣灵的充满的时候 我们的圣灵进你转化 哈利路亚 尽量快 圣灵的花 江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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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灵的花 我们大当主唱这一句 哈利路亚 圣灵的花江湘 江湘 江湘 圣灵的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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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湘 美岩 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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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